以前在悉尼的时候师父说我是杀业很重 然后后来又说杀业不严重 我就想那我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业障 然后结果就是梦到在唐朝的时候 真的做了很不好的事 那么师父在百老文法第一册里说 如果我们真心诚意的学佛能够灭掉我们的无量罪 师父能给我开示一下 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把那一段嘴面消除掉吗 念经啊 念经就是最好的消业 因为在人间你除了念经 你其他的 你其他的就是说你从精神上要解脱 然后呢你在行为上和思维上 和语言上你才能解脱 所以念经是最好的 念经能够消百千万亿劫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就是说如果你念经了 你跟菩萨等于一直在沟通 菩萨的能量大不大 这样解释你就听懂了 对啊 在百老佛法里也说到一个漏尽通 就只有菩萨才有这个神通 这段往事如果不能够回去的话 也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会会会会会会 就是想明白就是欠债还债 对啊 我曾经讲过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我曾经讲过个故事 人家一对夫妻两个人日子过得挺好的 小夫妻 结果后来人家算命的人说他 你在几月几号 六月几号 你的太太突然之间会 晚上会把你砍二十三刀 这个记得 记得吧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上辈子砍了你二十三刀 你看像我们悉尼 最近那个女的被那个男的杀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他砍了很多刀 你看到了下辈子 说不定他就是这个女的来还债 把他砍二十三刀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如果一个天子 他当时是怎么说 是因为贪污啊 或者是说贪婪吧 就是引起了众生的一些对他的不满 那这在他怎么还呢 如果他是天子的话 很简单 因为他是天子 他下来他有他的功德 他有他的福报 大不了就消掉他的福报了 听不懂啊 哦 举个简单例子 你是个劳动模范 你做了很多事情 最后人家把你劳动模范撤了 如果你是个普通群众 你做了很多坏事 最后被抓起来了 枪毙都有可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如果他重用宦官 他也可能收到的果报 就是沦为那个 好像太监一样的 然后也是一种受报的方式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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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监本身 本身就是一种受报的方式 因为没办法 因为你做错事情之后 你做太监的话 就是说 这是你会受很多的苦啊 不像正常人的 对不对啊 那如果他成名女色的话 他也会投女生 然后用肉身环吗 会 会 你过去有多少女人 你跟人家有过关系的话 你这辈子就会 跟多少被多少人会欺负 而且这种感觉 不是太好的 不是像人家很自觉自愿喜欢的 听得懂吗 那师父说过 如果肉身不干净的话 很难再回去了 他这样还的话 还能回得去吗 基本上回不去了呀 如果你如果在人间 你能够修得很好的话 像这种人修得很好 回得去的话呢 就很多人遗孤呀 和尚出家了呀 他出家了 他就从此 他跟菩萨说 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孩子了 我就出家了 我再也不碰这些事情了 那么你 这些东西就菩萨帮你在修 帮你担了 像你们现在 比方说 你们做错很多事情上辈子 你们现在学心灵法门 你们现在跟着师父学 实际上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在帮你们担了 所以你们只要不再重犯 过去那些事情 来的事情就念念经 把它削掉 那你照样不是能上去吗 明白吗 明白 就是原来有说 发愿一事修成 后来好像又说 不要发这么大的愿 我们到底要不要发这么大的愿 你有没有资格吧 有没有资格 今天你是杨立伟 你可以发愿 我一定要到太空 你今天连这个杨立伟的身体都没有 你又不是科学家 那你什么上太空啊 那就只能这样修吧 反正都是在自己的基础上有提高 自己的圆满 就是这样 我问你一句话 一个狗在人间拼命的修啊修啊 它能修到什么程度了 它就在发愿 我要到四生道 你说它上得去不了 发愿是你的愿力 但是你要四可儿子 根据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你做不到的话 你就上不去 明白吗 那如果发了这种愿的话 就是说 它累失的债 都要这一辈子清掉才可以 对 那么很多人说 我清不掉怎么办呢 实际上菩萨帮你再担呀 因为你有这个愿力 菩萨帮你担 所以你照样上去 明白吗 菩萨帮我们担 那我们也要做出对应的功德 才菩萨会帮我们担 对啊 你的功德是什么 还不知道啊 节制啦 节欲望啦 然后呢 吃全素啦 度人啦 这种不叫愿望啊 这种不叫这个戒律啊 严格守戒律 嘴巴不乱脚 身体不乱动 对不对啊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 那么成功了呀 OK OK